想起奶奶 蛇吻逼姐 快到C囉 因為婚禮結束之後 譬如要檢討之前發生的事 這個是可以拿出來講一下吧 不是 因為我不喜歡就是 蛇吻這件事情 OK 所以當時被我們逼的時候 妳心裡有在偷罵我們嗎 沒有 我就想說 我有用那個富裕 跟他講說 你不要跟我哼哼哼 所以他在台上有發生富裕聲嗎 好的 為何你還戀成富裕聲 下午在教堂他其實就有 就是先頭殺完那個親吻片 他說 就是有這種 不是 因為 你應該說蛤 我把麥克風嘟過去給人 我沒有 當時你有... 蛇吻就是蛇吻 你有在想說快點結束就好 是不是 對 因為根本那一段 就沒有那一段啊 本來就是說 就是唱個... 所以妳沒有在防著我跟S 亂搞就對了 我知道你們一定會有一些特別的 天外飛來幾比 但是我覺得都是... 可是我們本來真的沒有耶 可是是因為王鴻恩把我們逼出場的 本來我們是想要好好吃飯的 對 而且為什麼你們都沒有這些 乒乓球牛奶這些事情 對 我以為這都是川哥跟你們 在節目Rundown裡面 川哥也很怕這種類似 所以立鴻如果在黑人的婚禮上 又有一次乒乓球牛奶 你還是願意玩嗎 當然OK啊 立鴻我問你 乒乓球牛奶跟和阿妹同台 這兩個哪一個比較令你痛苦 都不痛苦啊... 怎麼會痛苦 這兩件事情都OK 都OK 他好相處到什麼程度 就是我們婚禮 不是大概五、六十桌 就有大概五、六百個人耶 然後他就是真的很想要 擅盡他伴郎的職責 他就是真的會去 跟我們每一個親朋好友聊天 天啊 然後有球兵 大家跟他合照什麼 他都OK 他都拿著酒陪著我們 再一桌一桌這樣 本來是不禁酒嗎 就是因為怕太多兵喝,禁不完 可是後來偉忠哥說 還是禁一下 然後我去的時候 他就跟著我們一起 禁,然後… 因為我有很多親戚 是美國回來的 然後…我有一個堂妹 她嫁給外國人 然後就是白人 但我堂妹就說… 就一個介紹,我就說 我說這個是… 比如說Barbie,她是演員 然後Dee 然後是我的妹妹 就是什麼... 然後就講說利弘 所以我就pause了一下 我就說 This is利弘 He's... 我就停了一下 然後他自己就拿著酒杯 就說 Very famous musician 可以接 我是一個很有名的音樂家 然後那個… 對 然後我堂妹夫就這樣 OK Very famous musician 他都很好相處耶 是 對啊,所以… 他一直… 他沿路這樣子敬酒嘛 然後到After Party 然後到最後 他是… 那時候已經… 我們在W嘛 然後那時候已經天亮 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對啊,你早就不知道跑哪去 對,我已經失控 我們都跑走了 對,然後他就… 他還在喔 Party Pooper 那個叫Party Pooper Pooper 你說先走的人是不是 Pooper 那你這種留到最後叫什麼 Party Animal 我就會很感動喔 因為… 因為其實辦婚禮很累 就是你自己… 可是你們應該很困擾 這種賴著不走的客人吧 沒有,就… 因為他也睡著了嘛 然後我就在那邊跟他聊 因為他一定會說 老闆,你叫立鴻趕快走了 以他的個性啊 沒有,就後來… 所以你最後跟立鴻聊些什麼 什麼都聊 就是會回想這十年 好不容易 又說什麼都聊 連他感情事你都不知道 還什麼都聊 這一個我比較不聊 那你知不知道王立鴻在美國 是過什麼樣的生活 應該就是像留學生 小留學生的那種嘛 你不是太多年前了 現在呢 現在他去美國的時候 還是跟在台灣 你看到他是一樣的嗎 他現在回美國應該就是 譬如說感恩節 很久可以回去 就是跟家人 然後他哥哥是醫生 他嫂嫂也是 OK 對 他們家只有他一個人 可能是演藝圈的 對 他弟弟MIT的 他們家都是天才 他弟弟學到的那種數學 是可以跟外星人溝通的那種 就太厲害了 在哪裡可以學這種數學啊 就叫解碼的那種 他弟弟也是 就是他們這種 是可以破解國防部的密碼那種嗎 就是那種 到駭客的程度 你不是你們兄弟裡面 最聰明的嗎 沒有... 哥哥弟都... 你倒抽一口良心出品 沒有 因為他應該是很聰明 就是不一樣的聰明 對 像我弟弟就是數字很強 那他們有沒有羨慕你的這種 在演藝圈的樂趣 也沒有 因為大家走的路完全不一樣 他們是不是完全不在乎 明星這件事 不在乎啊 跟哥哥弟弟 我們感情都很好 他們有沒有見識過你在演唱會上 幾萬人為你哭 為你尖叫 他們也來過 他們也一起看過球賽 他舅舅啊 跟我們就一起去看那種SBO 所以他們就是接受你做這個公司 我哥哥就已經很投入在家庭生活 所以就是看到他生了小孩之後 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一個爸爸 所以他的生活就變成... 沒錯 像Jason一樣 就是整個生活 黃立宏是沒有黑暗面的 他好像還沒講完 因為光明面我覺得都... 我就問說 他是沒有黑暗面的人嗎 我覺得他有 可是... 你想像中那黑暗是什麼 我要想一下 我最接近他黑暗面的一次只有... 有一次演唱會結束後 然後在酒店聽他聊一些有趣的 對音樂... 酒店是飯店 是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你知道 對 是... 字面上要講清楚 就是旅館那種酒店 然後就他當時喝... 一邊喝酒一邊講話比較放鬆一點 Tempo也比較對 所以喝了酒是Tempo對 然後比較有個性 會講一些髒話什麼的 對 對...那個有嗎 有 可是那不是黑暗面嗎 那只是有人味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是我們一起對不對 那次沒有你 另外一次他跑去你們那邊玩 那次你們幾個姐妹那邊的 對 他的黑暗面是比如說我們姐妹在喝酒 他就會加入 然後就開始擺出那種 好像是很街頭的樣子 到底去髒話 可是比較人味一點 比較流氓 比較人味 也是怪 他是一個... 也是怪 他怪是怪的 比如說他加入我們聊天 可是他聊天的話題是 你們都睡不好 我跟你講 我有這個程式 然後就按下去 就是有一個催眠大師在那邊講 When I count to five 對 黃麗紅康永參加婚禮 竟然是兩樣集 可是麗紅 你要不要記得在我們節目 跟大家講說 你就不再當戰狼了 朋友很多啦 然後可以在朋友的這個 人生當中最重要的時候 在他身邊 這個是真的很大的愛 因為我在大一次婚禮以後 我就講說 我不要再當婚禮主持啦 本來就應該這樣很累耶 對 當婚禮主持壓力很大啊 沒有找特別到 可以明天心 時時刻刻心